北京时间2022年1月10日 斯莫克大师赛进入第二比赛日 新科英锦赛冠军赵新童将在这个比赛日登场 再次对决46岁老将西金斯 除此之外 世界冠军肖恩莫菲也将向八强席位发起冲击 对手是经验丰富的巴里霍金斯 大师赛首日 马克威廉姆斯击败未免冠冠军严炳涛 拿到首个八强席位 赛后 未免失败的严炳涛展现出大将之风 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甚至表示这是本赛季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 纵观全场比赛 严炳涛事物很少 进攻状态也很出色 只不过马克威廉姆斯在下半场 表现太强悍了 获胜的马克威廉姆斯希望在下一轮交手西金斯 不过 西金斯想要击身八强并不容易 因为他的对手是赵新童 严炳涛出局之后 赵新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虽然首轮对手是西金斯 但之前的英锦赛 赵新童就是在逆转西金斯之后 收获了自信心 然后夺得英锦赛冠军 在战西金斯 赵新童在心理层面不会惧怕对手 另外 赵新童已经在冠军联赛完成了2022年的首秀 他竟然取得八连胜 成功晋级争冠组 通过冠军联赛我们发现 赵新童的竞技状态仍然很出色 而且如今的赵新童更加沉稳了 可以说英锦赛夺冠让赵新童彻底蛻变 精准的击球是赵新童争冠的法宝 但愿他能快速进入状态 掌控比赛节奏 赵新童和西金斯的比赛将于1月10日晚21点进行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马克威廉姆斯 第二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 是肖恩莫菲对阵巴里霍金斯 本赛季 肖恩莫菲状态一般 而且之前因为争议言论饱受质疑 心理层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老将巴里霍金斯虽然竞技状态不如从前 但他经验丰富 足够应对大场面 这应该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关键看临场发挥 肖恩莫菲和巴里霍金斯的比赛 将于1月11日凌晨3点进行 第二比赛日 又有两位世界冠军冲击八强 分别是西金斯和肖恩莫菲 但我们最希望赵新童能够顶住压力 在大市赛首秀中取得胜利 再次向三大赛冠军发起冲击 那么再温买 如果您能够淀磨